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什么样子的牛肉 今天我选择的是牛腹肉 牛腹肉 对 我请卖家直接帮我搅一次 OK 粗搅的 它就比较有颗粒 好 这是牛腹肉 对 搅肉 那另外这边是猪油 OK 是搅两次的 因为它这个肉我们有一点点吃起来太干 是 让它油润一点点 那这个跟牛肉的比例是多少 4比1 4分的牛肉 对 一份的油 对 好的 是 来 那我们为了要增加一些口感跟香味 所以我准备了一些 碧芹 那这边我们就先把碧芹 直接放进小工具里 对 对 好 把它拉成碧芹末 看你想要多大多小 是 都可以随你的喜好 来拉 对 那我们直接把它弄进去 只要碧芹末就好了对不对 对 只要碧芹末 其他辛香料都不用 然后我会加一点点的蒜末 那让肉里面本身就有香味在 是 所以我这边会加上一点点的蒜末 那蒜末留一些 等一下后面的酱汁还要用 因为单纯的牛肉丸有点太单调 是 所以我会加一点点的花椒粉 让它有一些的麻辣香 对 再加上猪油之后 是 就感觉好像又少了一个坚果香 OK 所以我再加一点点的白芝麻 然后这边我们就加调味料 是 酱油 酱油是为了要有一些颜色跟香味 是 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 对 因为在窗位里面其实 辣味的来源不是单靠辣椒 没错 是胡椒跟花椒 是 那一颗全蛋 好 那这边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看到它是散散的 是 那我们就是把它一直搅拌 你要让它团结在一起 对 就是一个蛋白质的反应 自然产生粘度 OK 好 慢慢的 先把看得到的食材混到看不到 对 整个把它拌匀 牛肉 肥肉 坚果 这些东西都把它混合得看不到 接着呢 看起来好像都散散的 再借由手的不停地搅拌 让它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 释放出来之后 就开始产生那样子的粘性了 对 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玻璃盆是有点雾雾灼灼的 对 然后慢慢慢慢它又开始变干净了 因为它的粘着度跑出来 是 那因为我选择牛腹肉的原因 是它比较没有筋 OK 不用摔得半死 结果也没有摔出什么效果来 那一样还是要利用它的锅边 稍微摔一下 你像刚才我们不是加了这个芝麻 增加那个坚果香吗 因为如果不加芝麻 我加一些别的东西 譬如说我加一些南瓜子仁 或者什么东西 都可以 都无所谓 那这边慢慢成型了之后 那我们会加少量的油 加点油进去 对 加一些油 OK 我今天加的是橄榄油 好 加香油加什么油都可以 都可以 对 是 来 好 那好了之后 我们就准备开始塑形 好 那因为已经做清蒸牛肉了 所以我们准备个蒸笼 然后摆上蒸笼纸 好 那其实在做牛肉丸的时间长短 取决于我们牛肉丸的大小 OK 所以我会差不多 抓个差不多这样子 再 小小颗的 一颗牛肉丸 OK 差不多在20公克左右 20到30公克之间 然后这样小小颗的一颗 这样子我们再蒸的时间就很快 好 差不多三到五分钟就好了 多大多小 就看你自己的喜好 OK 唯一的重点 希望大家这一笼 长得一样 是 你不要这一笼 像说我十五颗 有五颗大 五颗中 五颗小 那请问你的时间要如何拿捏 希望这一笼 大家都长得一样 你可以有一个小的秤 要不然你就拿同一个汤匙 用汤匙瓦 对 用汤匙瓦 都可以 都可以 那因为我们牛肉丸做比较小颗 是 所以我们在家里 我会比较倾向建议就是 既然要做就多做一些 OK 这一餐吃不完 我们把它冰起来 做肉丸子 将来 不管是要炒 要煮 或者是煮火锅的时候 它都可以使用 是 最后一碗了 对 是 因为我也放不下了 是 满了 满了 好 满了 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 开始要入锅来蒸了 来 泡过来 把这一个放进去 是 我们就可以上锅蒸 对 我们这边就上蒸了 像这样子 它的直径 些许比五十块钱稍微大一点的 您认为五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够了 差不多了 够了 OK 好 来 盖上盖子 对 五分钟 这五分钟 来 我们来告诉大家 我们的酱汁要怎么做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既然叫做 清蒸的麻辣牛肉 是 所以我们做一个 清蒸的酱汁 好 那清蒸酱 首先我们一样 要有一个锅香 是 那比较特别的是 清蒸酱汁 大家都会觉得 清蒸酱汁 我们印象中的麻辣 好像都是浓汤 黑汤 其实清蒸酱汁 我们取麻辣香 但是不要取它的颜色 OK 所以我们首先 少量的油 我随便有一点点的辣油 好 所以 双合油 对不对 对 我有这个普通的橄榄油 是 或者是沙拉油 对 再加一些红油 对 加一点点红油 哪怕你心想说 我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我加点香油 是 都没有关系 够吗 好 够了 那首先我们先 爆香我们的 干辣椒 这个干辣椒 我锅子里面刚加油 刚点火 干辣椒放进去 对 我希望干辣椒在油里面 它停的时间 稍微久一点 它的香气 才能够释放得更多 更足 对 你说 没有办法 我怕 你如果怕 没关系 你把干辣椒 拿去泡在酒里面 泡在水里面 让它稍微湿一点 这个时候进去 它时间就稍微长了 对不对 它的时候就可以比较久 对 那其实如果 偷懒的 我会建议就是干辣椒 我们直接就是 开的不要太高温的油 不要太高温的油温 就像现在这样子 微微在冒泡的时候 是 若有事无的 微微在卖泡的时候 对 就把火转到最小 让它在油里面 泡炸的时间 拉长一点点 让它的温度 不要这么高 是 油是最能够 保存那个香气 对 是 没错 那我们稍微炸一下 你会看到干辣椒就开始 感觉它变硬了 是 然后开始颜色越来越饱满 没错 那我们就开始会闻到 干辣椒的香味 是 然后这个时候把青花椒 花椒的分子小 对不对 所以后面才下 那个干辣椒 它加热到一半的程度的时候 是 我就小分子的 对 青花椒才下 青花椒才下去 那青花椒下去的时候 接着我们就把蒜末跟葱花 好 我们就希望 刚才的青花椒 能够稍微再加久一点点 对 我们就加了一点点 有水分的新鲜的蒜末跟葱花 是 下去把油温整个压下来 这样我的干辣椒跟花椒 在油里面停留时间就会拉长 是的 那稍微爆香之后 我们就闻到 干辣椒 花椒 蒜末 葱花的香气就出来了 是 出来之后接着加水 水 对 那我们现在要煮 这个牛肉碗的汤 好 所以 这边我们就加上 小水 少量的水 是的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要喝糖 我们只是要一些酱汁而已 是 那好了之后我们要开始调味 那既然说清蒸所以它是清糖 是 所以盐巴 白胡椒粉 米酒 盐 是 然后一点细砂 白胡椒 那因为是麻辣味 所以白胡椒多一点点 OK 然后小量的细砂 它只是为了中和一下这个咸味 是 让它不要 就是只有一个死咸的味道 但是糖加下去是不要吃到甜的味道 嗯哼 那这样我们稍微让它煮一下 这是要勾芡对不对 对 是 那单纯的这样子白水 嗯 感觉 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feel 就 好像只有牛肉碗 所以 我们勾芡了之后再打个蛋花 哦 多一些颜色 对对对 是 那所以啊 勾芡的 太白粉不可以太多 哦 因为蛋白下去之后 它会再变浓稠 我们要来个跑马芡 是 好 微微的这样有点在冒泡泡 好 接着 蛋白下来之后啊 嗯 那因为蛋白里面有筋 嗯 所以我们这边要先把筋 蛋白的筋 挑一下 稍微打一下 打散 挑开 好 那要有漂亮的蛋白芡啊 原则上下面要转 哦 酱汁要转 然后汤蛋白 不停地动 轻轻地下 然后水 微微地沸腾 是 然后 或让它定型之后 对对对对 然后才可以再下第二次 哦 OK 如果都不动 它就变成大片的那种 云片 是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样子不停地动 它才会是那种 对 丝状的那种 是 云彩 就是这样一丝一丝这样子 是是是 那蛋白下去 它的浓度会再浓一点点 嗯哼 漂亮啦 好 嗯哼 好 那这个酱汁酱就煮完成了 是的 好了 来 时间到了 对 准备来打开盖子 是 好 那揉完的香味它就出来了 闻到了 闻到了 来来 这边就把蒸笼 蒸笼 拿过来 好漂亮的 然后把我们要的一颗一颗 我们就把它请出来 如果一餐吃不完 对 是 我放凉了以后 我是放冷藏还是放冷冻 放冷冻 放冷冻 对 放在保鲜盒里面 我就可以放在冷冻 对 就像我们去外面买那个冷冻 鱼丸贡丸一样 是是是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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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我下一顿吃 可以吗 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好 来 我把我的酱汁 我们要淋上来了 那好了之后就把我们的 刚煮好的 酱汁这样子淋上来 酱汁 原本就是很香的这个牛肉丸 在淋上 我带了这个蛋白的麻辣酱汁 那最后 是 颜色差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再补一些 缝油 我们的特制辣油 人家叫做重庆小面 对吗 我们叫做重庆小丸 然后 画龙点 今天再放点香菜 我们放整根的比较好吃 对对对 整根的不吃就可以挑起来了 对对对对 来来来 你有没有被我的牛肉丸吸引呢 想不想自己做 自己家的样子 就可以吃了 赶快上桌 喜欢今天的料理吗 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脸书粉丝团 让你有吃又有拿哦 香气独特的麻辣臭豆腐 只有台湾人才懂这种美味 软嫩的鸭血与臭豆腐 吸满了麻辣汤汁 再配上爆汁的牛肉丸 又臭又香的滋味 让人一吃就上瘾 大鲜伸手的朱小姐师傅 马上教你做 臭豆腐啊 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食物 很多人喜欢吃 喜欢的不得了 不喜欢吃的人 光闻人的味道 就跟流连一样 非常的排斥 今天我们请朱师傅告诉我们 把这一个臭豆腐 如何做成麻辣口味的 让大家夏天开开胃 朱师傅你好 小哥你好 你这个臭豆腐其实还好 它不会像外面有一些那种 长得白美 或者是那种特殊的味道 它有淡淡这样子 一点点这样的味道 其实味道还好 对不对 是 OK 好 我们就来看看 除了这个臭豆腐之外 搭配一些其他东西 我们来整理食材 好 我们今天带来一个麻辣臭豆腐 是 麻辣臭豆腐 单纯的就只有麻辣味跟臭豆腐 就感觉有点单调 所以我们今天加一些酸 酸菜 酸菜心 那我这边只准备四分之一颗 这样小少少的 是 那我们先把这个中间的心 不要 去掉之后 那酸菜心因为它蛮咸的 是 那我们希望它粗味快 因为其实豆腐跟鸭血 它不需要煮太久的时间 是 那我们希望它粗味快 最快的方法就是 直接把它切成丝状 OK 今天我们希望它味道出的稍微快一点 所以我把它切成细丝 是 哪怕你切成末 其实都还好 都还好 都没有绝对 都没有绝对 对 比如说今天朱师傅为了增加口感 我们加的是笋片 是 你如果说我不想单独吃笋片 你加一些什么藕片 加一些别的东西 OK 结瓜片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 都可以 那这边首先锅子微热的时候 我们就把辣油先下来 既然叫做麻辣 所以就辣油先下来 你不要问我说 我可不可以不加辣油 我今天做的是麻辣 好不好 如果不加辣油 不加辣油 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对 蒜头下去微微的爆香 好 然后跟着 今天我带来的干辣椒 是 灯笼椒 它有一个不一样的香味 所以连同灯笼椒 跟着整颗的蒜头 一起下锅爆香 那这边就先让它 微微的爆香 那因为蒜头整颗 它在煸的时候需要时间 是 所以当开始 微微有在冒泡泡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火 给它转小一点点 食材在油里面 产生反应了以后 是 开成小火 对 好 然后稍微让它爆到 蒜头的表面有点金黄色 那简单介绍一下 川味它就是有很多的辛香料 是 所以我这边准备青麻椒 OK 然后八角 炒果 是 山奈 然后白豆蔻 是 跟月桂叶 那这是黑豆瓣 OK 红豆瓣 花椒粉 OK 这是最简单 然后最容易取得的 麻辣的食材酱料 跟辛香料 是是是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蒸笼椒开始微微地在鼓起来 真的 真的 它已经收入了之后 对 已经 这个这已经开始鼓起来了 对 开始快要整个充气充满了 是 那它开始微微在鼓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先放青麻椒 那青麻椒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麻 是 的程度 我们这边先放一半 嗯 青麻椒下去之后 让它有一个香气出来 嗯 那我们一闻到花椒香的时候 嗯 接着我们先把火关掉 我们先把所有的酱料先炒香 好 那在炒香之前 哦 忘了 酸菜要跟着油炒一下 嗯 酸菜心 是 要跟着油 稍微炒一个香气出来 嗯 所以当青花椒 稍微有香气之后 先把酸菜心 嗯 下锅做拌炒 OK 很多人看到这边会觉得奇怪 所以我在外面吃麻辣火锅啦 麻辣这个 麻辣那个 哎 它里面那么多 它都是汤欸 对 是 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处理油呢 我们先要把这些所有的香气 煮到油里面 对 完了以后再加汤 OK 这个油可以把香气带进汤里面 是 如果你直接是拿水 把所有的食材往里面加加加加加 那个香气它是分持久 它是不能够加分 对 不能够加分 是 那我们现在稍微把它爆香到 酸菜心有煸过 然后灯笼椒它有鼓起来 然后开始颜色上去 是 花椒香也有了 是 接着我们把黑豆瓣 嗯 好 然后 豆瓣酱 加进来了 红豆瓣 辣豆瓣酱 嗯 然后酱油 细砂白胡椒粉 依序下锅 那首先当红豆瓣黑豆瓣下锅 嗯 然后酱油下锅之后 这边要先 把这个酱的味道 先把它炒香起来 把黑豆瓣酱 红豆瓣酱 是 还有酱油 这三个酱 先把它在油里面 稍微炒一炒 把那个 酿造不好的味道带走 然后把它的香气 给它带出来 然后也在这边 顺便跟大家分享 像这样子我们炒完之后 如果在家里很喜欢吃麻辣 炒完之后把它静置 分装 那以后我们要吃什么火锅 就这样舀一瓢 是 加在水里面 煮一煮 那一锅就是麻辣锅了 可以 是 那这边好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准备水 差不多四分之一锅 嗯 好 好 那这边 这样整个麻辣锅的颜色就跑出来了 是 所以我们要保存 我们是保存加水之前的酱 对 炒的酱 对 就不要保存到 加完水之后的汤 对 那就不要加汤了 是 那这边少量的糖 然后白胡椒粉 然后五香粉 五香粉 然后花椒面 花椒粉 花椒粉 五香粉 那在这边 它整个香味开始在熬的时候 我们才把它损片 下锅 然后这些中药 全部都下去 OK 下去熬 那这里比较不一样的是 豆腐我们要让它入味 是 但是鸭血 我们希望吃滑嫩 所以豆腐要入味的方法 豆腐要用剥的 不要用切的 OK 好 这个部分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手上这块豆腐 当我要往锅里下的时候 我拿刀 我这样子切 一刀下去啊 我们常常讲 刀切豆腐两面光 它是光滑的 它是光滑的 对不对 它当这块豆腐 它如果是光滑的 它沾不到味道 是 但是呢 我如果用手剥 有没有 我剥完了以后呢 它是不规则的 所以不规则的这一块 它就沾得了很多味道 这个光滑的 它沾的味道相对就少了 是 所以才会希望大家用剥的方法 来处理这个豆腐 是 这样子豆腐的吃味道会比较入味 是的 那因为豆腐要入味啊 我们在家里都有做过红烧豆腐 是 豆腐在煮的时候啊 热入味之后 豆腐会膨胀 嗯 那我们就知道它入味了 也热透了 对 但是鸭血不一样 鸭血我们希望的是滑嫩 滑顺 是 所以两个的煮法不一样 豆腐我们可以让它在里面 微微的沸腾 是 那我们有做什么肉丸子啦 比方是贡丸啦 等等之类的 就是在煮豆腐的时候 跟着一起下锅 下锅去熬 那这边我们就让它去煮到豆腐膨胀 这样就好了 那鸭血的部分啊 这边 鸭血其实我们在家里买回来 很多人都买回去之后 放没有两天鸭血就坏了 其实鸭血要泡水 鸭血买回家 先烧水 加一些盐 加一些酒 水滚了之后 鸭血放下去 微微的泡着 让它冒泡这样子 因为你大滚了之后 鸭血也会鼓起来 是 它就老了 所以鸭血 对 鸭血不可以让它鼓起来 它只可以用热水泡 泡完了之后 就去泡冷水这样就好了 像这样鸭血 它正常应该是要这样子滑嫩的 它里面是要软软的 是 它如果苍苍有洞 这个鸭血就不好吃了 对 那因为我们希望它入味快 所以我们就稍微这样子 给它切一个 切个小薄片 薄片 稍微泡一下 它热了就好了 是 来 直接鸭血 放进去里面 搭配了汤汁 我们就让它煮 煮到它沾上味道 是 我们在前面再煮豆腐跟煮丸子 是 如果想要它快一点 或入味一点 我们有时候会上盖 但是拜托煮鸭血不行 真的啊 煮鸭血一上盖 它的热一闷住 鸭血等一下就鼓起来了 好 那鸭血一鼓起来 这个鸭血就不好吃了 就老了 对 鸭血就是要让它软软滑滑嫩嫩的 是 那当我们把鸭血也下锅去煮了之后 我们就把等一下起锅之后的配料 好 准备一下 来 用青蒜 对 用青蒜的头 有的是蒜花 有的是蒜片 对不对 好 放上来 切好的蒜花 来来来 锅子里面也滚了 那其实它滚了稍微小火一分钟 我们的鸭血就好了 了解 而且鸭血稍微 本来其实它本来就是熟的 是 所以它稍微煮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把我们要的食材 一个一个地 请到我们的小砂锅里来 好 里面有鸭血 有这个豆腐 有这个牛肉丸 好了 来 最后再把握我们 最后 蒜苗 一千的蒜苗的绿 对 然后接着中间一些 蒜白 蒜白 然后如果喜欢辣一点的人 我们再补一些辣油 好 画龙点睛 再来上一点辣油 这一锅 有没有让你口水直流 鸭血 臭豆腐 还是牛肉丸 最先入口的会是谁 来 上桌